上一期我用彩色线编的那个教程的视频 我们姐妹说没有看懂 我猜可能是这个线太花了 所以导致大家看不懂 这次呢我用一个纯色的线来展示 一团线我们找到线头 数12个圈圈 然后折过来 再数12个圈圈 然后把前面的这个线套在后面这个线里面 这样套进去 两排套完呢就是这样的 再把这边的线再折过来 也是一个套一个 注意套的时候就是要套中间 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两个套在中间 不是这里 这两个圈圈已经套好了 所以肯定是套在这个圈圈中间 也是从下往上套 最后一个注意也是要套进去的 三排套完是这样子的 看一下我们边上的两个这个圈圈 两个圈圈都是套在同一个洞里 不要套错 可以个数一下都是12个圈 接着第四排 刚刚我们是做的是这一边嘛 是这样子一圈一圈做的 所以接下来我应该反过来 绕到这边来继续套圈 注意每次都是从下往上的 刚套的这一排嘛 然后再转过来 继续把这一排套完 我现在已经做了五排的样子 这样下面就是一个包体 再接着就是 后面就很简单 一直都是这样子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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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包了 注意的点就是 这一排套完了以后 赶紧就是反过来 然后再继续套 再这样转一下 再继续套 这是一个转圈的形式 它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包包 包包的话高度做九排左右就可以 这个形状是比较好看的 然后呢我们做把手 我把这一边的把手给它拆下来了 确定确定两边的这个把手的位置以后呢 我们拿一个线从上面套进去 然后接着就是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圈圈 这样子把手就会变长 收尾的时候呢 因为本来在这儿嘛 太远了 所以我给它收到这里 收尾的时候 我们最后一个圈圈 给它套进去 然后下面的这个圈圈呢 从下面收进来 让它一个圈圈套住一个圈圈 这样子就固定住了 把手就固定住了 后面的线怎么收呢 旁边的这个 在旁边的这个圈圈 我们给它剪开 从圈圈的中间 中间剪开 把这个线剪下来 这个线呢 就塞在刚刚那个圈里 如果不塞的话 这样一拔就掉了 塞进去 塞进去以后 再拉的话是不会掉 然后再把这个线 给它藏起来就好了 如何藏呢 就是顺着旁边的 反正颜色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顺着旁边 已经做好的 像这个结的地方 给它塞进去 拉出来 这样就好了 可以多塞几个 多塞几个 去拉这个把手 也没关系 注意把手不要做的过长 因为这个把手拉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有点弹力的 所以不需要做太长 不知道今天这个视频 有没有学会如何来做一个这样的包包呢 对了还有的姐妹问 就是这个包做完了的话 还是会剩多少线 这个是我剩下的线 还可以做一个迷你包 接下来我在想 能不能用它来做一个帽子或者围巾 围巾的话 其实只一长条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有点普通 看能不能给它加入一些创意 做一个更可爱 更有趣的围巾 还有帽子的话 因为它软和嘛 所以戴脚应该会很温暖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